運動的時候能不能別塞我耳朵裡 原來運動的時候有開放色耳機可以戴 真的是舒服很多 流汗耳朵不會黏黏的 不會被塞得撐撐的 今天兩個耳機一起開 菲利普的GO系列 一個是鼓傳導 一個是氣傳導 那玉子覺得怎麼分呢 我覺得用運動激烈程度來分 激烈運動用鼓傳導 戶外跑步單車風帆用這個 那如果是室內運動 瑜伽還有健身的話呢 那就選用氣傳導 兩款耳機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都有IPX5的防水 然後連續使用可以用6個小時 搭配充電盒到15個小時 藍牙5.3 那我們實際來感受一下兩個不一樣 這款TAA5608怎麼戴呢 你看它長這個形狀 戴上去 像這樣 喔 好舒服喔 它戴起來很舒服耶 它真的非常的穩固 也會讓你覺得戴起來是很有安全感 不用擔心耳機的 那它拿起來真的是超級輕的 實際上秤看看 只有R19空客 但是呢它拿起來 並不會有一種便宜的感覺 我喜歡它做這種霧面的質感 常常運動在用嘛 難免會有刻痕或者是碰撞 這樣子的話呢 這些傷感也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再來呢就是它做黑色 紅色的撞色也是很有運動感 左邊有一個按鍵 按一下可以控制音樂播放暫停 或是通話設定啊 然後長按可以叫語音助理 靠近脖子耳朵後面這邊呢 有音量的大小聲調整跟開關機鍵 好那我就來戴起來 聽聽看它的音質如何 用的是15M的發聲單體 來補足原本骨穿道 大家普遍會認為 比較缺少低音的這件事情 那它戴起來的貼合度 其實真的是很貼 它是夾住你的耳前面這邊 但是以一個舒服的力量 微微夾夾的感覺 你知道它在那兒 但它不會用通明 好來聽聽看 嗯 嗯 我覺得對比我之前聽到的鼓穿道 它確實聲音可以再做得更飽滿一點點 所以呢就比較不會有一種 欸聲音好像離你很遠的那種空洞感 那現在我把它拿來聽 張學友人聲的音樂呢 我覺得它的中方韻表現算是蠻平衡的 但是呢 如果你喜歡低音重彩彩的那種呢 你就要先想好 畢竟它是一個固穿道耳機 那回過頭來 它的目的本來就是 要讓你運動期間佩戴 舒適加上聽得清楚 我覺得這個它其實已經做到了 連上了手機之後呢 它的APP這邊有一個 等化器模式可以開啟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剛剛我說 戶外運動你就選它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Running light 你呢就可以開啟它 然後你的耳機就會發光 當你夜跑的時候 然後車子就不會撞到你 安全 Safe 那麼在通話的時候呢 它有降噪功能 所以我來打個電話來試試看 是不是對方可以聽清楚我的話 喂你好 現在是那個通話測試 請問你方便講電話嗎 你聽得清楚我的聲音嗎 哦 我聽你的聲音也是比較清楚的耶 我也覺得比AirPods Pro還要清楚 拜拜 我覺得它那個降噪 有點神不知鬼不覺的 就是你還是聽得到外界的聲音 對方收的聲音呢 也是很收好人聲的 好 現在我們帶上這個古傳導 來激烈操作一下 快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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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傳導運動 Check 接著來到第二款TAA6708 搭搭 打開來長這個樣子 就是有兩個耳機跟一個充電盒 然後連線呢 就用它前面這個小小的按鈕這樣按一下 它兩邊會發亮 你就可以開始重新連線 那耳機的形狀長這個樣子 上面有一個矽膠的勾帶 非常的有彈性 那還有兩個方向可以調整 你看哦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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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它可以像這樣向下調整 還有 側開式的調整 它可以這樣子 橫的平移旋轉 所以就可以看你戴上耳之後 你要貼耳朵近 或者是你耳朵的形狀 耳窩是比較適合哪一個傾斜角度 那它拿起來又更輕 我一樣蹭蹭看 20克 20克是一個只有10克左右 真的蠻輕的 所以戴在耳朵上也比較不會有負擔 我現在看我覺得它長的好像那個 滑雪纜車 那它左右兩邊呢 一樣都有這個觸控的操作 右邊呢就是播放暫停 右邊按三下就是下一首 左邊按三下就是上一首 然後長按右邊可以增加音量 長按左邊可以降低音量 那這個耳機的單停呢 來到了14.2mm 還有搭配上官方特別強調的 Malias的這個垂骨算法 補丁修高頻 讓整個聲音可以更雜音韌 那垂骨算法到底是啥勒 我來實際聽聽看 你怎麼會這樣這麼快 你怎麼會這樣這麼快耶 我覺得聽起來它真的是 低音有補 然後高音有修的比較遠一些些 所以整個聲音聽起來呢 會比較像是 就是非常溫柔 是一個老久的聲音 老久就會有一個特色就是 比較淡雅 比較清幽一些些些 接下來呢就是看到它這個app上面有 聲音的等化器 裡面有四個不同的模式 低音啊 人聲啊 比較強壯的啊 這種 喔 嗯 這個模式倒是真的它的設定 原始設定是有差的 現在聽的是王傑的 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 然後你就會覺得放在這個bass模式的時候 它底的那個鼓 噔噔噔噔噔 就很明顯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你是希望可以聽到背景聲音 多一些些老人聲 這樣少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式 我愛王傑 OK 那現在我打開要給我們掌飾 看一下這一款的通話音質怎麼樣 喂 你好 欸 這款的通話音質你感覺怎麼樣 外界的聲音會聽到嗎 比如說我現在這樣 你可以聽得到旁邊有狗叫啊 沒有聽什麼狗叫 真的假的 很小聲喔 喔 好知識的 謝謝你的測試 有出生的聲音 好的 謝謝 謝謝 我們測試完了 哇 所以的確可能人聲真的是蠻獨立的 我用它來聽對方的聲音的時候 反而沒有剛剛那個聽對方的聲音清楚 我們下一個要試的是氣喘檔 氣喘 氣喘檔 那就比較推薦用成這種 比較靜態一點點的這個 譬如說 你 你在等什麼 你送不去 心得總結 我覺得這兩個運動來說就是很穩固耶 古船島的這個呢 當然是沒話說 然後它也可以抗汗 它就算流汗也不會有滑動的風險 不過呢 反而是氣喘檔這個 讓我覺得比較意外 我可以帶著它跑步做開合跳 都沒有問題 它一樣還是可以牢牢的鎖在我的耳朵裡面 聲音上來說呢 古船島的這個 還是有古船島原本的這個特性 所以你聽東西會覺得隔著一層東西 再加上它的最大聲的音量 還是偏小一點點 在比較草的地方跑步的話呢 可能你就會覺得音樂沒辦法蓋過外面的聲音 那這一款呢 我反而覺得它的聲音表現變得很好 大部分的開放式耳機 你不是是掛在耳外 然後懸在你的耳窩這邊嗎 但是因為它有這個角度的設計 它的音樂呢 是直接往你的耳朵裡灌 咚咚咚咚咚咚咚 你就會覺得聽的比較大聲也好 或者是它的低音就可以被保留下來 我覺得都挺滿意的 然後就看大家比較喜歡的運動狀態會是什麼 你想要很專心的運動 可以選古船島 因為它真的可以讓你做什麼動作都不怕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在這個音樂表現 有更多的體驗的話呢 就可以選這個氣船島 好了 今天介紹給大家這兩款 菲利普的Philips Go運動系列 有這個TA5608古船島 跟TA6708氣船島這兩款 其實用完之後都覺得 喔 運動的時候戴這種開放式的耳機 其實真的是相對舒服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不管喜不喜歡 都拜託按照這支影片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或繼續推出好的作品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